安邦公园游乐设施改建工程在23日正式启用 本次改建工程由新北市议员张维倩利用议员建议款项 来改建综合安邦公园内的游乐设施 张维倩表示由于安邦公园游戏场年久失修的关系 许多小朋友常常在地垫上滑倒 出于安全考量便主动与在地里长及公所沟通后促成公园的改建 安邦公园儿童游戏场因为年久失修的关系 所以很多的小朋友常常在地垫上面滑倒 那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的不忍心 所以自己拨了议员的建议款四百万 来挹注安邦公园儿童游戏场的更新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多位里长 包含了连城里的林仁凯里长 我们的陈寅君里长 周聪明里长 赖清华里长 朱镕凯里长 大家一起协力来改善这个安邦公园的儿童游戏场 那因为安邦公园的位置比较特别 它在我们的板南路周边 那板南路也是我们以往综合道板桥的铁路 毕竟知道 所以我们把它做成一个火车头的意象 来结合历史跟教育的意义 让我们孩子呢 在公园游戏的时候呢 也可以了解这个地方的一个重要性 那希望新的安邦公园儿童游戏场 可以带给我们中和小朋友 更快乐更健康的童年 中和区长赖俊达表示 安邦公园为周遭数个里的民众 最重要的休憩场所 本次改建纳入地方文史元素 由于公园过去临近台铁车道 便将游乐设施的造型 加入火车的视觉要素 安邦公园是我们坐边好几个里 好几万我们的区民 最常来休闲游戏的这个场所 那临近过去我们板南铁道 台铁的旧车道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安邦公园儿童游戏设施 是以火车头的造型 结合地方的这样过去的历史的文革 然后打造出来了 新北市议员邱峰瑶表示 安邦公园由于相对老旧 地点上的材质有所剥落 与区公所金监客沟通过后 将游乐设施改成符合人体工学 提供给全年龄层使用的场地 安邦公园这边 因为之前就是因为地点 可能做了比较久了 比较长 有一些塑胶 有一些剥落的现象 还有一些年胶 那我们特别也请 那个中和区公所这边 金监客这边来做一些改善 然后也把这些儿童游具 把它能够更换一些 比较符合人体工学 还有包括我们全龄的一些游具 让小朋友 甚至大人都能够一起来共同的使用 金监客表示 本次改建工程共花费456万元 供期51天 改善面积330平方公尺 可创造每个月8000人次的效益 不过张维茜与秋风瑶也都表示 工程还有一些未尽理想的地方 包括设施存在高低落差 及并未设置公共厕所公民众使用 希望公所能尽快改善 记者里根基新北报导